这几天爬了一个塔山 然后水色大山 玉山前峰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沿路上都有跟队员 做一个登山的交易 就是登山安全 包含那个环境的生态的注意 或者是一些动植物的 一些辨认 懒浮潜或地质 就是地质 这五天的爬的山 超过我这辈子以来 全部加起来的数量 他在 我在他身上 学到很多爬山的技巧 还有认识很多的动物 跟植物 这个游远仇物 来说 银路姐拜托他们 很多山里面都有很多部落 你可以去了解这些部落不一样 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 而且进一步的去知道 其实跟我们之前没有接触的 原住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云山前锋那个石铺真的是很 很意想不到的有 竟然登山还有那种石铺的一种 一种登山方式 那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你如果说上山的话 先了解他嘛 那我来比喻一下 就是说 其实实际上 今天我上山的话 很像我要认识一个女孩子 要跟他交朋友的时候 我要先了解他的许性个性 这样精进他 上山他之后 我们才不会 我们不至于是说 会受伤或者是怎么样 我对山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耶 甜菜而已耶 我不知道 你拿 祝福大家所有的朋友 这个地方我们叫黑黑谷 它也是布农族的那个画 转出来的 因为我们黑色 我们叫布农族叫达农 这在南岛民族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们在研究当中 只要看到南岛民族到的地方 几乎都会有构树的一个植物 都会有这样构树的一种植物 那它的原生都是来自于台湾 所以就是可以这样子去思考 跟去了解 就是整个南岛民族与台湾的关系